中文这持续发烧 许多美国主流学校开设了中文课程 甚至采用双语教学的方式 上课之外 讲故事似乎也是引起学习兴趣的好方法 16日上午在采用中文沉浸式教育的 College Park小学 就有几位特殊的来宾 轮流和小朋友们分享了不同类型的故事 当中也包括了红星卫视的主播李渝 十二日上午是越走越走越长 他走着浑身上下是热红星的 想找一个地方歇歇 反正我的抬头跳 蛤 你是狼 看到了没 看到了没 好 好 结果呢 妈妈在晾衣服的时候 你看 妈妈在晾衣服的时候 就把阿丁给逮了出来 对不对 阿丁了 对 所以你们一般有16个小朋友 大家一起 你可以想象你变成一个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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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 然后你可以拿一支蜡笔出来 OK 拿出一支蜡笔来之后就可以画一条线 这条线是什么样的线 几位说故事老师表情生动动作丰富 和小朋友们互动良好 而除了故事之外还带领小朋友们认识和朗诵堂诗 同时鼓励孩子们多多阅读 学中文同时也能多多了解中华文化 红星卫视记者是Alice Martell采访报导